大家好 晚安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是廉假的最後一天 目前來看的話冷空氣呢 今天早上已經感覺很冷了 但是呢提醒大家明後兩天到禮拜六的清晨 都還是很冷 請大家注意 比較不一樣的是乾冷的空氣開始報導 所以台灣附近會變成比較晴朗 那比較晴朗就要注意 輻射冷卻的問題 預計呢 輻射冷卻一直持續到禮拜六的上午 那可能呢台北市都有機會拉到10度的上下 那這樣呢在空旺地區可能就會更低 請大家注意一下 台北市呢可以說是一個是不是定義成 冷氣團或是寒流的指標啦 其他地方就不一樣 那下禮拜呢就明顯大幅度的回溫 所以其實要注意一下溫度的變化 這幾天呢禮拜四禮拜五 可以說是冷氣團最強的時候 延續到禮拜六的清晨 禮拜六的白天開始就慢慢的拉起來了 回溫起來了 不過呢並不是到很久的 很暖的地步 12 14 15 所以禮拜天開始 禮拜六白天開始 就會慢慢的回溫 所以這兩天呢禮拜四禮拜五 要注意一下 因為呢我們今年到目前為止 雖然也有冷空氣來 但是呢第一個 10度上下的溫度還沒有 可以說是今年到目前為止最冷的一波 第二個呢它持續時間比較長 所以請大家呢 務必要注意家裡面年長者的健康 除了這種傳染病之外 這種感冒流感也很容易在這樣的溫度的變化 大流行 請大家特別注意 要務必呢外出的時候 建議大家戴上口罩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請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南部呢也有溫度下滑喔 但是南部相對之下 比北部溫暖很多 但是還是要留意空旷地區的低溫 那這樣的低溫呢 我們這邊的低溫都是指的是都市區域 如果呢 你聚在鄉下或是說很空旷的地方 減個兩到三度都有這個機會 更何況在高山一點的地方 會降了更多 請大家留意一下 但是也是到了禮拜六之後 就慢慢的緩回溫 好在呢這次明顯的偏乾冷 所以山區的降雪呢 還是有一些機會 但是應該會明顯慢慢的緩和當初 東半部雲量比較多 所以今天晚上呢 請大家留意一下 大致上呢 就是低溫啦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低溫的幅度 九十十八十二 這個低溫 南部呢 雖然沒有像北部那麼低溫 但是早上的這個溫度 要注意輻射冷卻 會讓你感覺到很冷喔 南部的朋友呢 其實遇到這樣的溫度 就覺得很冷了 北部呢 九度十度當然啦 冷啦 但是常常會這樣發生 相對之下感受的不是很大 花蓮呢 也有13到15度 也是有一點冷的感覺會出現 明天白天呢 一樣喔 有沒有看到這個溫度又更低了 有些地方呢 那種各位樹枝的樹枝都跑出來了 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尤其是家裡面有年長者的話 建議大家 可以把家裡面室內的溫度 拉高到至少15度以上喔 不要跟戶外一樣 有時候家裡面比外面還要來的冷喔 乾冷空氣逐步的發揮 週四五六 早晚喔 留一滴文 預計的禮拜六 白天開始就慢慢緩文 禮拜天會比較明顯 要注意空曠地區喔 你就要有一個習慣 知道你家的溫度跟台北市 或是某一些地方的差距有多大 就可以做好一個調整 務必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家裡面年長者的健康 特別是將溫差的變化 對心血管疾病 不管是年長者 小朋友或是壯年人 成年人 都是一個很大的環境壓力 請大家這三天一定要提高警覺